盲 顶了 再来一颗闪 这个闪应该给不及其心理 我差一点 这波打了的人们要从远中的一波放枪 将小童给放倒了 今天要量出手 打了半血 先打一个 过点是有 这侧异两个对位的已经是倒了 走一点可能就没了 小声位 露出了 哦 这是原来可力不得出枪 哦 刚才看他就滑过来了 这样的话 给了Navi一个服人的时间 两边都在就 嗯 天罗就有点 这个位置被夹住了 嗯 天罗不好动 不好动了 这个战壕高点是有事业的 就这一出手 就要打倒了 觉得哪里都是OP的枪线 所以也不敢去直接解决Navi 背后响枪 匆匆起来看了一眼 但还是主要的注意力 放在了OP那边 匆匆位置也被发现 现在匆匆动不了了 难点 甚至暴力把局直接拉过来了 哦 OP啊 在这一把当中持续拿分 是的 那么 先回来我们常常的情况 Navi啊 近点跟OP 嗯 好 Navi的战斗也涉及到 小鬼的这个淘汰术和战胜榜的问题 Navi想谢谢老哥 但是不 这波 迪拜鬼哥打出感觉了 是的 两个三位队的亚枪 先秒一个 李坚自己的这个淘汰优势 好家伙 另外的Navi直接撞点 TM脸上 这是头部队伍的 哦 X3B倒了 是的 可能要被捕啊 进来两个大哥蹲地上 那 下一票 是 Navi下班局了 确实没关系 已经提前下班 哦 另外一边 在 博物馆也有OP和 DIY的一波战斗 两边同时到点了 同时到点了 可能Belmos落位更快一些 这个过点没摘掉 这一个小的一个跳跃 哦 给了头猪 换个就再给一颗 哦 索尽了位置 住在这个拐角 和队友打一波斜头 直接顶 但是Flash 这一波是把弯人打下来了 只剩MAX一个人 DIY的支援机全部到位 嗯 OP最两把 还是在找感觉啊 我感觉 还是在以打架为主 就如果你是亚后 你放不放 有一个队友来撞你 Pony肯定要把 Belmos放掉 肯定要支援 这波还是有配合的 是的 队友过来支援了 鸭皮是倒退状态 马上掉了 是玩了 另外一侧 直接拉了过来 CRAZIE2倒了 这点有点尴尬 在外围倒了 架枪位倒了 现在靠球 小孩自己玩了 小孩 直接上了这个防顶去观察 所以看到了 霍比特还是远点 用迷你啊 这个远点的优势 下班 下班了 兄弟们 好好备战 最后的总决算 是的 我觉得精神压力 就不会有那么大了 嗯 好 CS的运营 看一下 哦 只剩一个了 那这边还会吃到 在哪 不险山 不漏水 DIY78分 第三名的成绩 哦 两颗 呦呦呦 这两颗雷 这 这刚浮起来 嗯 而且两颗雷刚好 一个人炸一边 对 两个烟团吧 一人炸一个 这就是 血统雷的意义 哦 最后个毒狼 也被抓到了 Nanbu 能不能把 死罗老终于打掉 Battle一下 想扔雷 没头了 Nanbu打开了 哎呦 哎呦 我差一年 这是啥呀 好像老 编着进绝圈 对 WC就是快乐小子 是 哎呀 就是怕东西 不要被捕 不要被捕 BBB是在防区里 对枪被打掉的 啊 甚至过来 而且海队友 已经过来支援了 小五弟弟和苏杰在开车身上 哦 这不是 是 技术枪了 是 要对了 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竞技队 一个是未竞技 谁说特别有把枪械 现在 女孩比的人 很多都被压在一个防区里面 顶到的身边 谁说打倒了这么严 明明一把奔子 接 这手雷炸到了小五弟弟 谁说的 BB 一颗火焰上 逼一下走位 男的活动在看的时候 自己被打成了半血 谁说踩到了火 这个火中的还不错 附近 好像 歪的糕点 Lorenz找了个小糕点 你在限制这波团战 小鬼 这波太关键了 打倒了明明周边两个人 女孩比 只剩两个的防区外 没有防区的任何的信息 这波 女孩比身边 有点贵 男的只剩一身 这个原因一枪就打过 小鬼这个防区卡得太死了 NEW HAPPY 只剩换神 很难 这个地方一发手雷 终结了战斗 一穿四 小鬼 打灭了NEW HAPPY 太强了 可惜 挺致命的 而且 野后那边也发生了一些情况 就是EU来了 EU是直接进攻了防区 而且打得非常的惨烈 没错 EU的分数是比较稳健的 而且听到枪声 Sparking是救不了的 只剩两个兄弟 薰波也加上PUNAGE 老DI 这场战斗 最紧张的就是CES那个毒狼 那还不好说 BBL也在 喔 PUNAGE满到来东里 大哥倒了 实际上在原点 碰碰的架枪 后比特正面 是把薰波也给打了 不要做老二 离第一名的Navi 只有七分之差 实习加入了这波混战 应该是可以把这一片的残局 给收拾下来 啊 先排一点 配合上速脚往前顶 小伙传的伤害 小伙传的伤害 这个雷好像有机会 尽好一个折脚 Fear First倒了 是的 一楼有突破口了 一楼突破口了 小伍虽然被炸倒 但是要不要速战速决 但是 哦 速就炸到 只剩17兽 找机会拉一下 这边拖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 哎呦 这个是原点的 Flut出枪啊 信心还是太乱了 是的 一个是 铁板局了 是的 怎么但 火比特直接拉过了 也终结了Pwnage 那悬念来到 BBR能不能吃鸡上了 没错 现在 然后 Smash和CodeMarco 原DA两个大哥 背后就交给你了 哦 但是DA外出手了 这个手雷是把黑卡里炸倒 再来 BBR要过来了 能不能完成逆转 先给一个手雷 后面加强 打了 如果能推起来的话 这局可能会完全逆袭 再给 关键 关键在DI 其实不在KTF 关键在DI这一波 但是GoMarco已经倒了 是的 现在BBR只剩两个兄弟 北边EU已经是 全部清理出来 唯一的满边 但是KTF已经是 跑外拉到右侧 刀局在队友身上 塔了一下 可惜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是 雅后松了一口气 雅后应该是 最后的压陷晋级 下线的队友 但在这个赛制里面 我们就需要 极高下线的队友 就是稳啊 我就是能继续赛圈啊 对 该打的下都能打赢 刚说 他打了一个呢 Pickstar 而且是 中轴 处于一个被夹的一个境地 DNY 他点的很慢 这个角度 Flat给 抽了 是的 他点的很稳 等你跑位 跑的差不多再点 然后Flat就找到 这个机会 那这样就 没有什么悬念了 这没悬念 这没悬念 是的 就是 雅后肯定是 锁定晋级了 真的太顶了 主要是 Flat就拿过来 你看 Hikari打了 这样的话 4打1 可以提前 恭喜EU 在圣者组